如果有3%的机会成为上等人 你会参加这样的考验吗 不再需要祖祖辈辈的耕耘 只需要一次考试 就会逾越龙门成为60亿人之上的存在 只是这种难得的机会 一生只有一次 上等人为了维持人口 每年会在资源匮乏的地区 筛选出年满20岁的青年 又在其中选拔出3%的强者 成为上等人的一员 一旦通过选拔 候选人将坐上离家的列车 终身不再回来 年满20岁的女孩和至亲告别 他们身穿破步条 走上数不清的台阶 又爬上千米高山 这是上等人防止底层人叛乱专门设计的 哪怕真的有人奋起反抗 他们也能及时做出回击 但时间似乎证明这种设计有些多余 已经100年过去 大部分人都对这种选拔方式感恩戴德 一些年轻人围在一起祈祷选拔制度创始人的保佑 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 戴上护目镜 清除身上的脏东西 这场面和选拔官干净的宿舍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换好提供的干净衣服 工作人员将这些破步条装进压缩杯子里 如果没有通过考试 他们将脱下干净衣服 换回自己的破步条 考生们在大厅集合 选拔官穿好西服整理好妆容 开始他激动人心的演讲 候选人里将会有3%的人被选中 前往创始人夫妇建造的真实乌托邦 那里不再有不公不义 但画面此时切换到了委员会 编剧似乎在告诉观众 哪怕通过了考试迎接他们的生活 只不过是比平民窟光鲜亮丽一点的 又一个平民窟罢了 面试官将话题谈到了反抗团体 他们只是一些没通过考试的失败者 利用虚假的人人平等民意抵抗选拔制度 在将反抗团体一通抹黑后 面试官宣布选拔即将开始 又通过程序将欢迎语录 换成了每一个考生的名字 营造一种每个人都被面试官青睐的假象 在考生们张开笑脸之时 面试官趁热打铁 让他们喊起口号 感激上等人提供的珍贵机会 好让他们忘却这种考试的天生不平等 考试在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进行 似乎每一名候选人 都成了乐于助人的好人 考试正式开始 每一名候选人都需要被面试官进行初步筛选 这场面就像公司的入职面试 考生的信心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 如果他自己都没有获胜信心 那也就没有必要参加后面的正式考试了 面试官甚至还问起 穷纳有多久没有洗澡了 那显然是在一年前的雨季 只有那时 他实在是太紧张了 但也正是因为紧张 他被面试官淘汰 来那难以置信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实力 但靖海诚容不下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 他就这样错失了一生一次的机会 而亚历克斯的淘汰原因也十分可惜 他在考试前 花了几个月时间准备台词 但面试官觉得都是一些陈词烂调罢了 他因为话太多被淘汰 亚历克斯表示可以立马改正 20年来他每天都在梦中参加考试 但规则就是规则 在收回衣服后 靖海诚会赠送一份如何克服淘汰后的创伤指南 作为纪念奖品发放 亚历克斯十分不满 但还是被强行带离了面试现场 在考生中 也有马可这样信心十足的人 他们家族的每个成员 都在20岁那年 成功通过考试 面试官提起了兴趣 密雪儿也因为能果断和从前的生活断手离 成功获得面试官青睐 在面试环节中晋升 选拔官再仔细分析着所有考生 随后他来到一个黑暗房间 靖海诚几天前抓到一个反抗者 经过严刑考打后 他透露在今年的候选人中混入了间谍 只是还没有拿到具体名字 一旦这样的人通过考试 对靖海诚来说将是一记定时炸弹 随着面试环节结束 一些幸运的人留了下来 但有更多的人被无情淘汰 他们只能交还衣服 换回自己的破补条 回到那悲惨的地方过完余生 这是关乎一生命运的考试 只要通过 考生就有机会于月龙门直接成为上等人 而一旦失败 将会被送回狗看了都摇头的平行区 游戏规则是在三分钟内 用这些零件拼接成九个方块 费难多因为身体残疾够不到零件 蜜雪儿赶紧将一堆零件推到手边 旁边的人难以置信 现在哪是有时间做好人好事的时候 两分钟过得很快 蜜雪儿只剩下一个方块 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零件了 拉斐尔也还缺少一个整方块 眼见时间即将结束 直接将邻居的方块抢走 对方都懵了 还能这样玩的吗 他十分生气 即时结束后 选拔官赶紧强调 凡是有九个方块的人就通过 他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被淘汰 男孩对结果不满 但还是被安保人员拉走 反而是将方块抢走的拉斐尔成功晋级 爱琳难以置信 这样的人也配通过考试吗 选拔官只是笑笑不说话 许多人被淘汰 看到蜜雪儿只有八个方块 费难多灵机一动 将八个方块拼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大方块 他面带疑惑 费难多因为完成任务成功通过 接下来面事官发现 八个小的加上一个大的 正好形成九个方块 这种思路十分聪明 蜜雪儿也成功通过 他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看向一旁 面事官数完穷纳的方块后 他又从手中掏出两个方块 整整有十一个 显然也有两个人 因为缺少这两个方块的零件而被淘汰 选拔官更加满意了 今年的考生中充满惊喜 午饭时间到 这琳琅满目的食物 考生们从没见过 曾经三天两顿 吃的是树根树皮 现在瞬间就能享受这样的美食 蜜雪儿对费南多的帮助十分感激 但他也曾帮过自己 在众人吃的正香时 抢人方块的拉菲尔走进食堂 所有人的焦点都转移到他身上 为什么这样没素质的人 也能通过血罢 他却不在意 甚至还嫌弃众人议论的声音太小 他十分佩服这里的每个人 都是如此公平正义 既然这么喜欢打抱不平 为何他抢走方块的时候 没人出来帮忙 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未受害者说话 有人知道原因何在吗 很简单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想通过考试 而且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他做的 只不过是所有人迟早都会做的事 到那时 希望他们还能保持这种正义来 而他也能不断抢走别人的成果通关了 想想就美滋滋 紧接着他开始 阴阳怪气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人 没有意外 他被人一顿胖揍 琼娜已经看出拉菲尔是故意的 现在 他已经有了一些相信这套理论的支持者 而事实却是如此 他也正好准备结交这样的朋友 这样他的胜率 才能多增加一分 接下来是体检环节 要想进入近海城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上等人要防止 他们将一些不好的病症 带入近海城 费南多低下了头 他的下半身早就失去了知觉 而此时 也有很多人突然开始关心他 费南多对这种眼神感到难受 但其实 对于这个瘸子 很多人都十分崇拜 他因为 八加一个方块的机阵 在考生中闻名 对方甚至还竖起大拇指膜拜 费南多是因为对自己身体没信心 才会对各种目光表现得十分在意 接下来轮到他体检了 屏幕上出现身体投影 紧张的几秒过后 屏幕变红发出警报 医生将他推走 大家瞬间开始议论 难道他就这样被淘汰了吗 医生开始为他测试痛觉 但费南多下半身的知觉 早就全部消失 在医生将一种未知药水注入后 又经过某种仪器扫描 他的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医生又测试一下腿部的感觉 没想到竟然有了反应 药效只能持续几分钟 但只要经过一套完整疗程后 病人就能被完全治愈 但前提是 他能通过考试进入近海城 由于费南多的问题很好解决 所以他可以继续留下参加考试 考生们进入一个房间 看到这种布局 他们已经可以感觉到 通过考试后的新生活了 这是一道相当难的题目 但只要答对 从此以后 几人就会吃穿不愁 不再需要努力工作 可以直接逾越龙门成为 那70亿中3%的上等人 但要是答错 所有人都会被当场淘汰 回到那悲惨的贫民窟中 过完后半生 考生们需要在搭建好的场景中 分析出女人是怎么死的 这几人身上 都安装了延长寿命的科技 可以判断出 他们都是上等人 事发当时几人正在聚餐 所有人都在认真分析时 穷那却走到一边躺平开始转比 监考官们通过监控分析考生的状态 在往年的考试中 这道题目会淘汰一大半考生 爱玲十分惊奇 难道这一大半的人 都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吗 当然不是 团队题目考验的是 如何将所有人意见统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 这非常艰难 考生们分析着现场的各种物件 桌上还放着某种元素的合成公式 此时有人竟然玩了起来 他在灶台打开每一个锅盖 在贫民窟待久了 看到美食就会直流口水 没想到 一个不小心将东西打碎 众人十分生气 如果这东西是线索 他们所有人就已经被淘汰了 一顿痛骂让他十分难堪 直接跑到一边躺平坐起了学渣 紧接着一个女孩 竟然吃起了桌上的线索 他想尝尝食物有没有毒 费男多打断 他表示自己分析出了答案 他是被女主人下毒了 众人不明白怎么看出的 他是女主人 费男多给出解释 从几人戴着的戒指 可以看出这是两对夫妻 而从鞋子上的泥土可以看出 其中一对是外来的客人 在两人来时路上 鞋底沾上了泥土 那下毒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继续往下分析 两个男人都站起来帮助受害者 而受害者临死前 却在看着女主人的丈夫 人在绝望之时 会下意识找亲近的人寻求帮助 但这个男人竟不是他的老公 说明他和女主人的丈夫有一团 这是被女主人发现了 所以才会下毒将他杀害 有人也看出 只有受害者的盘子里有豆瓣酱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桌子上还放着一张公式 很有可能就是毒药的合成公式 特别是女主人 他就长着一张杀人凶手的脸 不难看出 这些考生在有了参考答案后 无自觉的 都将自己看到的线索 强行带入参考答案中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一旦沉迷于此 其他任何看法都会被抛往九霄云外 两个学渣此时非常高兴 啥都没干净通关了 跟着这样的团队 实在太爽了 马克克被提交答案 一个声音将他打断 此时拉菲尔的站位距离他们比较远 只有他的脑子还算清醒 费南多的答案简直错到离谱 果不其然众人都不相信 他们已经进入一种认定了正确答案的状态 拉菲尔当场浇了冷水 这道题目可是上等人设计的 动动脑子就知道 这些人不可能让底层人看到 上等人之间也会出轨谋杀 他说出自己想到的答案 不是因为所谓谋杀 而是受害者对因过敏 导致被食物噎死 此话一出 密雪儿直接笑出了声 他因为对费南多有好感 而对拉菲尔的分析 直接采取不幸态度 他开始进一步分析 这里除了受害者 所有人身上或多或少 都有些金属物件 只有受害者的戒指 是玻璃之类的材质 甚至项链也是木头材质 但他的餐具却是银做的 由于是在别人家中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就开始吃饭 过敏造成他气管堵塞 但为什么 只有受害者的孩子里有豆瓣酱 那不是重点 也许只有他喜欢吃这个 或许再找找有没有其他人 动过豆瓣酱 果然在女主人的餐巾之下 发现了残留的痕迹 如果女主人下了毒 自己肯定不会吃 还有一个问题 为何受害者冰死之际 要看向别人的丈夫 答案非常明显 其实密雪儿早就发现了线索 只是出于对费南多的信任 导致他没有认真思考 女主人的丈夫是个医生 桌上不是毒药的合成公式 而应该是某种医疗配方 费南多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判断有误 假设拉斐尔说的全是对的 但受害人都快死了 为什么女主人却一点都不担心 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帮忙的意思 拉斐尔愣住了 如果他是个盲人呢 一旁转笔的学渣穷骂发话了 正是因为他看不见 他会对即将死去的受害者没有反应 马克翻找抽屉 果然找到线索 这是盲人才会使用的盲文书籍 费南多不理解 他是怎么判断出 女主人是盲人的 原来穷那是个假学渣 尽管躺在这装作不在意 私下里其实一直在分析着周围的场景 女主人丈夫的书桌上有台灯 而他自己却没有 案子就这样解开了 和什么乱七八糟的谋杀无关 拉斐尔按下达题件 提交自己分析出的答案 监考官还是想继续使唤 询问团队中的人有没有其他看法 是否真的确定这就是答案 监考官想看看这些人的反应 特别是费南多 在种种证据面前 他放弃自己辛苦分析出的答案 承认了拉斐尔的判断 其他人也不再有意义了 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但监考官表示 这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晋级 费南多愣住 难道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 要将他淘汰吗 现场监考走了进来 费南多认为自己没希望了 但被淘汰的人是躺平的学渣 学渣很不理解 判断错误的人明明是费南多 话是没错 但错误答案也对团队产生了帮助 而学渣却一直搁着躺 他因为对团队没有贡献被监考淘汰 费南多总算疯了口气 事后 拉斐尔过来阴阳怪气 表示 他想出来的故事确实非常精彩 虽然错了 但没关系 团队里还有他这么个大神存在 吹牛归吹牛 他还是表示 有费南多这样的人非常重要 团队里总是要一些有实力的人 下一场考试马上开始 袋子里有几枚硬币 先进来的几人拿走几个把玩 监考官告诉众人这场考试的规则 考生们有15分钟时间将其中一人淘汰 总共7人 只有6枚硬币 时间结束后 拥有硬币的人才能晋级 一旦15分钟后没有选出淘汰者 那么所有人就会被一起淘汰 这题是开放式答题 监考方指认手上的硬币 这样的考试根本没有规律可言 但拉斐尔感觉无所谓 反正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硬币 然而更多的人没有拿到 没拿到的人纷纷表示 这样不公平 拉斐尔却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 很多已经看到他拿了三枚 很简单 他将两枚放了回去 留下自己的一枚 剩下的任由其他人去争 但这还是难以服众 这种关乎一生命运的考试 可不是小孩过家家 比谁的速度更快 拉斐尔难以置信 这些人就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天真 马可重重推了他一把 将他按在地上 眼见无法抵抗 他只能乖乖交出硬币 有了这样的开始 大家只好将硬币交回 接下来 他们要经过投票选出会被淘汰的人 早就看他不爽的秘选 直接投了他一票 拉斐尔一点也不意外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公平 蜜雪儿细数他犯下的种种罪过 似乎不淘汰他 就是老天没长眼 但所有人都忘了一件事 在上一场考试中 是因为拉斐尔 所有人才有机会晋级站在这里 要淘汰也可以 但下一场考试考的 可还是团队合作 众人哑口无言 拉斐尔说出自己想要淘汰的人 他指出费难多 不是因为上一场 他差点害得所有人被淘汰 而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不可能通关 因为身体原因 他也迟早会被淘汰 不难看出 尽管拉斐尔永远是团队中冷静的那个人 但在这种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 他也将矛头对准了这些表面现象 而就在十分钟前 他还相信费难多能在以后的考试中发挥作用 大家真的被拉斐尔说动了 如果下一场考试是百米冲刺 一个坐着轮椅的人怎么为团队做出贡献 眼见淘汰已成定局 费难多只好放弃自己坚守的底线 从前的天才少年只会用自己的实力闯关 但现在为了生存 他也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如果能通过考试 上等人的科技可以将他的腰伤治好 那时他就能再次走路了 这十几年里 他无视无刻不再期待着有一天能重新站立起来 果然经过一通卖谈 费难多成功获得了众人的怜悯 他们决定抽签决定去留 时间剩下三分钟 将女孩的头巾拆下 作为抽签工具 每人抽取一条 短短短被淘汰 路卡斯拿出一条 看起来很长 拒绝抽签方式的拉菲尔 不怎么情愿 但抽出一条后发现非常长 瞬间觉得抽签是个好不意 最后两根是琼娜和马克 他抽出一根 是短的 按照约定 他被淘汰了 大家拿走自己的硬币 纷纷离场 只剩下琼娜站在角落 但路卡斯想拿走自己的硬币时 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倒是琼娜拿出了一枚硬币 他根本没有遵循抽签规则 路卡斯不断地强调被淘汰的 不是他 但也无济于事 监考官只看硬币在谁的手上 监考也是通过倒放才明白 他进门时 拿走的是两枚硬币 但是只放回了一枚 路卡斯只能取回自己的烂衣服 回到贫民窟过完一生 看到留下来的人是琼娜 大家十分震惊 但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赢者胜 败者退 费难多也难以接受自己的选择 从前他是那么的要强 但为了能留下来 竟然放弃了坚守的底线 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才留了下来 但人生这场考试本就不是过家家 在生与死面前 没有人会真的遵守规则 如果总是这么天真 那被淘汰的人只能是你 100名大学生被上等人 关进巨型保险箱 如果找不到出口 所有人都会被饿死在这里 但如果有人能活着出来 就有机会晋升成为下一批上等人 马可站在跳动着数字的屏幕前 似乎想到了出去的方法 先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 屏幕上显示出64个零合一 刚好和宿舍内的拉杆数量相对应 只要在屏幕切换下一轮数字之前 按照零合一的位置 将对应的拉杆搬下 一定就能出去了 众人各自分配工作 八人各自记下自己负责的一行数字 他们要在数字改变之前 抓紧时间跑回自己负责的房间 告诉宿舍成员需要搬下哪根 搬下拉杆需要相当大的力气 每个人都使出了吃奶的镜 才终于成功 所有房间都在进行着相同的操作 他们已经饿了一天一夜 完成这样的工作十分吃力 但他们得在屏幕上的数字改变之前完成 否则就会前功进气 镜头的宿舍距离很远 导致女孩类的有些口齿不清 重复几遍后才终于听清 所有人都得团结起来 才能完成这样的操作 这正是上等人喜欢看的 64位数字终于成功对应起来 但出口的大门并没有打开 倒是一旁的管道里响起声音 似乎是要是掉了下来 打开一看马可有些失望 上等人在屏幕前 看着这些大学生紧张忙碌 让他们赞叹的是 这一届候选人着实令人意外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第一轮任务 这个马可显然是个做领导的料子 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团结众人 但完成任务的奖励 却让候选人们高兴不起来 管道里只是一人份的压缩饼干和水 并不是出去的钥匙 马可安排人前去查看大门有没有动静 他努力推着大门 但门锁一动不动 有人觉得至少有了食物 只不过这点食物连一个小孩都吃不饱 巴菲尔想知道这第一包由谁来吃 马可觉得这还用问吗 是他将所有人组织起来才拿到的食物 自然由他先吃 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不是他们用尽力气搬下拉杆 食物都不会掉下来 其他人也不乐意了 如果不是他们认真记下数字排列 那拉杆也不会起到作用 不到三秒时间 现场的人为了争夺食物 已经炒得不可开交 蜜雪儿提出解决方案 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一个一个吃 这时字母排在后面的人又不乐意了 但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吃到食物 在这个环节中 每个人都缺一不可 在这浪费时间争吵 只是白费口舌 大家权衡利弊后 还是同意了这种分配方法 字母排在前面的阿加塔 吃到了久远的食物 所有人继续组织在一起 他们需要无限循环这种操作 才能继续获得食物 只是马可 似乎有些不太满意 屏幕上的数字切换到下一轮 速记员赶紧记下 自己负责的那一排数字 只要其中一人出错 所有人的努力都将白费 费难多来到自己负责的地点 爆出顺序 大家赶紧行动 这拉杆真的是非常难以拉动 但好在只要完成一轮 他们都能获得一点小小的奖励 只要这点甜头不停地出现 大家都能一直干尽十足 只有这样才能早点 吃到自己的那一份食物 屏幕前看着 他们的上等人已经腻了 这和谐的场景 其实并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一轮轮下来 有些人已经体力不支 这拉杆已经越来越难以搬动 稍微瘦弱一点的人 已经累到无法直起腰 这奖励的一点点食物 如同杯水车薪 上等人对这场景 只剩下一个兴趣 可怜的凡尼莎 是所有人中 最后一个能拿到食物的人 他原本就受成皮包股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劳动强度 不知他的下场将会如何 选拔官想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被淘汰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届的候选人实在优秀 由于马可的带领 所有人异常团结 在网界 候选人中 通常在获得第一包食物时 大家就会打起来 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现在 如果按照网界的规则 所有人都已经通过了 但这不可能 晋级的名额是固定的 既然他们这么卷 那就只有提高考试难度了 当一届考生优秀的人太多时 不好意思 只有更加优秀的人才能留下来 又连续几轮后 他们觉得这东西坏了 已经连续十轮没有食物掉下来 上等人似乎停止发放食物了 马可不想停 可能是有什么新的触发条件 但众人已经没有力气了 由于被关在剧情保险箱中 根本无法分辨白天黑夜 或许他们已经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了 再不去睡觉 没有饿死却会先累死 马可还是不想放弃 也许再来几次就能过关了 现在的塔还没反应过来 晋级的名额是有限的 哪怕继续一万年 还是要有人被淘汰 给其他人让出位置 众人纷纷回去睡觉 只有阿加塔站在原地 记着屏幕上的数字 高强度的工作 已经让他精神失常 一个人在不停记着屏幕上的数字 费南多提醒他回去睡觉 但他已经入魔了 看到众人不在团结 选拔官有了方法 他决定直接发放 能供应所有人一天的食物 管道发出剧烈声响 费南多打开盖里 一大堆食物披头盖里袭来 他已经饿得头昏脑胀 赶紧打开一包吃了起来 大家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 看到数不清的食物 纷纷上前哄抢 费南多抱着的一大堆 也被人抢走 蜜雪儿提醒大家冷静下来 食物要平分才行 否则没有拿到食物的人 就会被饿死 先来的人表示无所谓 反正他们已经抢到了 但如果这样 少部分人会比大部分人吃得更多 这话一出 大多数人就不乐意了 还是平分更好 拿得多的人只能无奈交出手中的食物 哪怕不愿意给 也会被强行从手中夺走 但这奇乐隆隆的氛围 在马可看来 简直就是对他的挑衅 站在那里奔食物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所有食物汇集在一起 每人正好分到三包 刚好可以解决一天温饱 大家排好队 拿走自己的一份 只有马可在一边黑着脸 他在想为什么上等人 要将这么多食物一次下发 也许是不想让众人太快地离开 这就是问题所在 晋级的名额是有限的 选拔官微微一笑 马可召集壮士的人 想要强行开门 但这种门根本无法空手打开 还需要工具才行 这个简单 他们随即选择一个房间 又选择一个空床 不顾其他人的质疑 直接将层拆散 拿着这些工具撬门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真的将门弄出一个缝隙 缝隙继续扩大 赶紧用钢管顶住大门 终于成功了 这种程度的缝隙 足以让人侧身钻出去 不知谁愿意先出去探路 突然一声巨醒 石心钢管竟被大门压折 这下几人都慌了 没有人再敢进去 问了一圈后 看到这些人都这么怂 拉斐尔还是决定自己先进去 出口一片漆黑 他抹黑前进 隐约中竟然又摸到一个大门 而门外就有阳光 但这大门的构造让他绝望 无奈返回告知众人外面的情况 马可想召集更多的人打开大门 但拉斐尔劝他不要再做无用功 外面这道门像是一个保险箱门锁 凭借蛮力根本无法撼动 而且打开外面这道小门 已让他们耗费很多体力 许多人已经饿了 分道的那三包食物根本无法吃饱 马可已经想到办法 那就去拿别人的 闻到食物的香味后 众人也觉得直接抢是个好主意 他们一人一根钢管 尽管男孩不愿给 但在武力面前只能屈服 男孩无奈交出自己的食物 有了这个开始 宿舍所有人的食物都被无情拿走 拉斐尔并不想这样 但他已经上了贼船 在马可几人走后 他安慰众人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只是小插曲罢 拉斐尔骗了他们 因为这门用蛮力根本无法打开 马可已经抢红了眼 既然上等人不想让太多的人进击 那就由他先淘汰掉一部分人 他们就像强盗一样四处劫掠 而选拔官对这场景相当满意 费南多看到这种状况 知道大事不好 几人的宿舍在角落 他赶紧发动众人建造围墙 他们拆掉床板 和所有能利用的材料绑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暂时抵御这些强盗 马可带人四处抢夺 他敏锐地发现角落里有人在藏食物 将女孩拖了出来 从他身上搜出食物 竟然有人敢耍这样的小聪明 他让女孩道歉 女孩屈辱地说出对不起 马可不满意 直接一钢管将他打死 他觉得只是道歉 还远远不够 他要杀鸡紧猴 让后面的人乖乖听话 场面已经失控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考试 看到女孩死去 愤怒的拉斐尔通骂马可 甚至想一拳打死他 但被人拦了下来 现在拉斐尔成了马可的下一个解决目标 他拼尽全力逃走 不断地选择更有的路 刚好找到了几人见到的围墙 他请求里面的人能打开一个缝隙 如果不能进来 他今天就会葬身于此 但他可是和马可一伍的 这一定是苦肉计 情急之下 拉斐尔在蜜雪尔耳边说了什么 听到这话 他真的将他放了进来 又迅速将缝隙补上 马可几人赶到 他们近乎疯狂地攻击围墙 里面的几人赶紧拿起剩下的工具 用生命守住围墙 攻击持续了好几分钟 而让马可没想到的是 身后突然传来剧烈的嘶吼 是被他们欺负过的人团结起来了 他们用人数优势 轻松将这些标形大哈按在地上 许多人都被当场打死 蜜雪尔让他们驻守 穷纳也从后面走来 正是他将所有人团结起来 这些人固然可恨 但我们不能效仿这些恶棍的行为 墙上的警报响起 大门打开了 上等人看到淘汰的人数够了 那剩下的人也就都晋级了 活着的人纷纷走出大门 但也有些人永远留在了这里 马可还剩下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不能输 拖着受伤的身体不断爬行 选拔官觉得这人已经不配晋级了 他按下开关 大门开始关闭 马可奋力爬到门口 刚好被关闭的大门压上 活着的人终于晋级 通常躲到这一关 好生们会剩下9% 而要想成为那3%的上等人 他们还需要迎接新的考验 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 拿着两亿现金回到没电没网的老家 或者身无分文前往有电邮网的城市 进入城市后会分给你一套房 现在你有30分钟时间考虑 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大部分候选人都选择进入城市 哪怕是身无分文 但在身份上可是高人一等 为了测试他们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决心 上等人将候选人各自的父母请到这里 家长们负责劝告自己的孩子回老家 因为有了这两亿现金 从此以后 家庭的生活质量将进入一个全新层次 拉斐尔的母亲是其中的典型 她从20岁开始就不停地生孩子 就是为了有一天 其中一个孩子能通过考试 来到这个抉择时刻 拿回两亿现金改善家庭生活 但拉斐尔并不想回老家 进入城市一直是她的梦想 但母亲手上有她的把柄 在几年前 拉斐尔就曾参加过一次考试 但没能晋级 为了再次获得考试资格 她在考试前晚将弟弟灌罪 将她的准考证强行拆下装进自己的身体 顶替弟弟的身份又一次参加考试 拉斐尔请求母亲给自己一个机会 她参加考试并不是为了钱 但这个家庭需要钱 她的弟弟们常常因为吃不饱 发而被饿死 正是因为如此 拉斐尔才要通过考试 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改变一些事情 但这种远大的目标 在母亲看来就是天方夜谈 如果不肯拿钱回家 她就要当众揭发冒名顶替的事情 既然话说到这个地步 拉斐尔决定和她摊牌 如果不能进入城市 她会告诉上等人 冒名顶替的事是得到母亲指使 一旦伟人会知道了这事 今后整个家族的孩子都会被禁止参赛 母亲生的这么多儿子也就没有用处了 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狠心 母亲很是难过 她离开房间 在大厅广众下骂她是个不孝女 是家庭的叛徒 虽然话说的凶狠 但她终究没有揭发儿子 或者脆弱的身体 回到那个破烂的贫民窟了 但候选人中也有决定放弃上等人身份的 有了这份东西 他们能在老家建造一座新房子 此后的生活也能大大改观 所有的父母都来劝告孩子拿钱回家 唯独费南多的父亲不同 她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 只希望儿子能选择成为上等人 进入近海城后 城里的科技能轻松将儿子的腰伤治好 这样她就能离开这辆坐了十几年的轮椅 重新站立起来 但费南多此刻只想拿钱回家 这场考试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她见证了太多比她努力的人被淘汰 更有甚者在考试中付出了生命代价 持续了104年的考试 只不过是一场明天大火吧 而这些钱 独以让他们今后衣食无忧 她也不用再每天出去不到 但父亲一生都在为考试宣传 她始终坚信 只有参加考试 才是穷人唯一获得晋升的机会 如果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通过 那她今后 还有什么脸在人们面前大言不惭 但那只是父亲的梦想 她曾经也是自己的 但参加完这种不公正的考试后 曾经的梦想已然破灭 考试从史之中都是谎言 不值得她在为之努力 但费南多没有考虑到 父亲一生都在为考试遗憾 当年的落选 她付出了一生的时间来悔恨 自己的儿子 好不容易通过重重考验来到这一步 怎能就此放弃 虽然选择成为上等人后 两人此生都无法再见 但那是成功 需要付出的代价 她开门离去 告诉考官自己的儿子决定留下 随后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蜜雪儿和其他人不同 她没有家人 从小是被哥哥养大 但哥哥20岁那年参加考试后 就再也没有了阴性 有人说 哥哥在考试中被人谋害 他之所以参加考试 正是为了找到凶手 给哥哥复仇 在思绪中 不小心将庄前的盒子打碎 考官回来询问选择结果 看到被打碎的盒子 蜜雪儿赶紧解释他没有藏钱 不幸的话可以数一下数量 考官让他放松 这些东西在近海城没有任何价值 那里的人从来就不需要钱 他只需要知道结果 蜜雪儿当然是选择留下 所有候选人 都已选好了各自的归属 接下来选拔小组 要对留下来的人进行戏品评测 并给他们安排一场个性化考试 好让他们进入近海城后 能无缝进入擅长的工作岗位 候选人蜜雪儿在考试中 表现出了不错的领导能力 并且社会存在感非常强 但他很少显露真情实感 为了进行多方位评测 选拔小组决定 给他安排一个家庭招募测试 对于候选人拉菲尔 艾琳非常看不上 他曾经在考试中 抢责别人的成果 需要对他进行依赖测试 由于艾琳是监督小组的人 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蜜雪儿拿好衣服 她的任务是说服会客室的家长 让他们10岁的女儿 在20岁成年时参加考试 这任务似乎非常简单 她换好衣服刚走进去却愣住了 他们是闺蜜布鲁纳的家人 但布鲁纳因为替她顶罪被上等人处决 现在她还要告知两人他们的女儿已死 两人还在问着他们的女儿 是不是也通过了考试 蜜雪儿难以启齿 只能委婉地告诉他们 因为考试现场出现了意外 布鲁纳也不在人世了 父亲难以置信 只是参加个考试 怎么还会死人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蜜雪儿只能继续扯谎 凭空颠出一些细节 她的死亡不是任何人的错 只是因为一场意外 母亲平复难过的心情 询问女儿的尸体现在何处 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但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让他们看到尸体 就能轻松分辨出来 根本不是意外死亡 她只能继续撒谎 尸体被送到靖海城安葬 因为是在考试中死去 所以靖海城安排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每年这么多人参加考试 难免会发生意外 她代表考试方给两人道歉 两人不想继续听下去 决定回家了 但两人一走 蜜雪儿就会因为任务失败被淘汰 她赶紧阻止 劝他们不能就此放弃 只要将小女儿在20岁时送来参加考试 还会有机会进入靖海城 父亲愤怒地骂了出来 他们刚刚损失了心爱的女儿 怎么可能还会将小女儿送入火海 两人只想尽快离开 蜜雪儿开始打赶琴海 自己的哥哥也在考试中死去 他在这里被人谋害 两人愣住了 接下来蜜雪儿将他的痛苦历程详细描述了一遍 哥哥曾是他的一切 在考试那年 哥哥甚至要放弃考试资格留下来照顾他 是他让哥哥珍惜这个机会 但没想到这一去就了无音讯 三天后 他接到哥哥在考试中作弊被处决的消息 他知道那只是个谎言 考官也听得入迷 怎么有人能凭空编出这样动人的故事 但其实这些事情有真有假 他不惜一切想从考试中胜出 都是为了能揪出凶手 为哥哥复仇 在经过感情攻势之后 两人真的觉得 不能剥夺小女儿参加考试的机会 但他们还需要亲口说出来 蜜雪儿只能让他们再确认一遍 母亲将送女儿参加考试的决心完整地说了一遍 并且相信 小女儿一定能成功晋级 他用谎言通过了这最后一场考验 考官对他的能力也有了新的认识 没想到蜜雪儿编造故事也很有一首 轮到拉斐尔的个性题目非常简单 他只需要在晚上六点之前 将两侧的投影打开 这道题再简单不过 但艾琳强调 两个投影图像需要同时出现 而其中一个开关位于南斜坡尽头 另一个在北斜坡尽头 拉斐尔突然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怎么可能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 艾琳相信他很聪明 一定能找到其他人帮忙 这个任务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白给题 但来到拉斐尔手上却是烫手山芋 他在以往的考试中 将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遍 根本没有人会伸出援手帮他 他四处张望寻找熟悉的面孔 刚好看到曾经有过交集的人 但拉斐尔曾经和人一起抢破他的食物 而且他刚刚在个性题目中被淘汰 现在让他助人为乐 不如直接要了他的命 他只好继续寻找新的帮手 看到归来的琼娜立马请求帮助 但琼娜是个非常独立的人 他从来不会请求别人的帮助 自然也不会对别人伸出援手 拉斐尔的又一个希望泡汤了 这可怎么办 一旁响起费南多的声音 拉斐尔看到了救命到头 费南多自然不会帮这种小人的忙 眼见要被淘汰 他只能掏出一张口牌 来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 防止隔墙游耳 知道费南多已经和密雪尔好上了 拉斐尔说出两人的同一种身份 他们都是一个名叫 原油的反抗组制成员 为了保密起见 他们本应该互不认识 但敏锐的拉斐尔 从举止言谈中 发现了密雪尔的身份 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 那就是推翻这根本就不公平的考试 费南多难以置信 他们尽多是反抗军的人 拉斐尔请求他伸出援手 虽然在考试过程中 自己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 但一切都是为了达成那个目标 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他暗示费南多 如果他的身份被发现 那密雪尔恐怕也无法过生 为了心爱之人的安全 他来到了暗扭地点 拉斐尔紧紧盯着开关上的时间 6点一到 准时按下开关 紧接着他疯狂奔跑 前往另一处开关 在半路上 两个投影出现了 费南多帮了他 尽管冷静如拉斐尔 此刻也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 他大声呼喊费南多的名字 自己终于通过了 而费南多此时 还难以掩饰得知身份后的震惊 一场晚宴过后 他们即将踏上离家路 去往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些是改良过的青蛙王子 他的身上会分泌一种无色无味 但有剧毒的粘液 如果外用的话 就能拥有一只麒麟臂 但要是内服 神仙来了也无力回天 古代战场中人们 会将粘液涂抹在弓箭之上 到了现代 人们将它加工打造成粉末状 这些粉末 是原有组织用来防身的力气 再被敌人包围难以脱身之食服用 可以免受严刑拷打之苦 女孩用刀浆藏在身体里的玻璃罐拿出 她要在毕业典礼上 除掉导师为自己的哥哥复仇 毕业典礼很是热闹 在经过重重考验后 他们即将成为那3%的上等人 享受其他70亿人无法享受的资源 看到杀害哥哥的凶手 蜜雪儿怒火中烧 她才不在乎成为什么上等人 为哥哥复仇才是第一钥匙 她慢慢靠近选拔官的方向 选拔官的工作是从无数穷人中 选出3%的人 加入他们成为上等人 用他们擅长的能力为进海城服务 其实就是成为上等打工人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监考的同时还要防止反抗军的间谍混入其中 晋级的考生 纷纷前来感谢选拔官的付出 她随手将酒杯放上餐桌 蜜雪儿感觉机会已到 拿出藏着的玻璃罐 选拔官应付完各色人等候 转过脸层撕起来 她赶紧走过去 主动打起了招呼 并和其他人一样 感谢她的付出 经过一番夸奖恭维之后 在和她拥抱的同时 将粉末放进了酒杯 随后赶紧转身离去 走到熟人堆里观察动向 选拔官正准备喝下去 一个员工走过和她打起招呼 紧接着凯撒也端着酒杯赶来祝贺 两人拥抱在一起 她死死盯着酒杯的方向 但选拔官实在太忙 一直没有机会喝下这口酒 路过的人群挡住视野 两人各自拿起酒杯 转眼间选拔官已拿起酒杯走动 她让所有人靠拢 在庆功宴结束之后 候选人们就是名不其实的上等人了 祝福的话 一时也无法说完 都在酒里了 一口毒酒下肚 突然背后的凯撒倒下了 两人拿错了酒杯 她意外将一个无辜之人毒死 工作人员将尸体抬走 大家都没想到 庆功宴上竟会发生这种状况 在经过医生检测后 发现凯撒是身中缠毒而死 怎么会有人要谋害这个无辜的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 宴会大厅里的监控之前都没有开机 导致凶手无从查起 在经过医学分析后 发现这种缠毒和反抗组织使用的一模一样 在近海城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候选人中竟然混入了反抗组织的卧底 她为什么要冒着暴露的风险 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选拔官难以理解 宴会现场响起警报 候选人植入耳朵里的设备出现声音 未经同意 宴会厅内的所有候选人都被禁止离开 选拔官和自己在委员会的上级紧急通话 她已经有了解决危机的方法 候选人在宴会厅等待了许久 手持武器的安保部门 临时从近海城抽调过来 他们将对所有候选人进行排查 为防止串供 他们将按照姓名手字母排序被单独询问 没想到毕业宴会搞出了这么大动静 委员会的马特非常高兴 她让艾琳抓紧时间收集证据 这是将选拔官拉下马 更换自己人的机会 候选人们被一个个单独带到询问室 选拔官在调查所有人和凯撒导师 是否有过交集 毕竟在考试中 考生很容易对导师产生仇恨 但问了一圈下来 并没有什么发现 接下来的人是费南多 他发现费南多精神异常紧张 问出的问题 都会愣上一秒他回答 他看出异常 眼前这个候选人并没有说实话 但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下一个人是蜜雪儿 选拔官凭借多年选拔经验 一眼就发现眼前这人不对劲 在问出一些设计好的套路问题后 他心中有了答案 但并没有继续深挖下去 而是将凯撒妻子的录像放给他看 一个温馨的家庭因此破灭 蜜雪儿眼神闪躲 善良的人总是见不得这种场面 这一下 选拔官确认了答案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肯当场抓他 转眼间 他开始召开委员会紧急会议 马特赶紧批评他的工作 竟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失误 言外之意 就是他已经不配再待在选拔官的位置上了 但他表示已经找到了凶手 安保部正在前往抓捕的路上 蜜雪儿看到这场景十分紧张 但安保的路线 竟然绕过了宴会厅 他们静止来到艾琳的住所 将罪名安在他的身上 原来选拔官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打击正敌 马特根本不信 艾琳是他安排过来监督考试的 怎么会给一个等级低的人下毒 选拔官早就料到马特的态度 他还有后招 虽然艾琳没有任何动机杀害凯撒 但如果目标是自己的 他将艾琳倒酒的录像调出 并解释说两人无意间 拿错酒杯 他会导致凯撒无辜丧命 而且使用的物质 还是原有组织专用的禅毒 马特觉得他一派胡言 十年前他就在选拔官的位置 选拔官抓住机会接话 艾琳正式通过了他设计的考试 才成为上等人 渗透进进海城多年 就为了找机会破坏选拔 这种欲加之罪艾琳怎么可能束手就擒 但没想到选拔官还有一记后招 一个月前他们抓到了一个原有组织高层 安保将直播调上屏幕 男人承认艾琳是他们的成员 而且是原有组织的勇士 在十年前通过选拔 他的任务就是低调形式 慢慢爬上高位 成为选拔官 让原有组织的所有间谍都能通过考试 这些间谍会成为进海城高层 甚至进入委员会 总有一天能将进海城瓦解 这下铁证如山 任由艾琳怎么辩解 她的话已经一文不值了 但艾琳也有底牌 她将随身携带的数据盘 投放进会议之中 这是她在监督考试期间调查到的证据 选拔官在贫民窟里有一个私生子 她以为证据十足 但委员会收到的 却是一周前她就发过的一份夸奖 选拔官贡献的报告 上面只有对她的赞美之词 现在艾琳已经没有机会了 她将被押送到进海城厅后审判 现在就连马特也就不了她 艾琳就这样替人背锅了 选拔官向委员会其中议员使了个眼色 显然报告就是被她动的手脚 而被关押的原有组织高层正等着她的报酬 已经谈好了照着词说就给她的痛快 还能留个全尸回到贫民窟安葬 但安保队长就这样走开了 选拔官并没打算兑现诺言 候选人们离开宴会厅回到卧室 等待着明天正式进入进海城 但他们将选拔官想得太简单了 费南多早上敲晓逆选的房门 里面并没有人回应 她已经不知身在何方 看到走来的选拔官 她询问人去哪了 却被告知密选被淘汰了 她因为资料与本人不服 在几分钟前被赶出了大门 费南多难以置信 既然女友不在 哪怕自己成为了上等人也没有意义 她主动要求退出 选拔官难以置信 只有3%的人能走到这一步 现在她竟然要主动放弃 费南多主意已定 选拔官也没有继续挽留 她被带离宿舍区 倒是十分不解 为何好不容易通过的人 要主动退出 费南多没有其他想法 她现在只想追上密选的脚步 终于来到门口 但并没有看到深意 只有她的导师站在这里 还告诉她被淘汰了 费南多一脸问号 不是她主动退出的吗 很显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自从考试中出现不公的时候 她留下来的意愿就不强烈 因为女友她才一直留在这 但这样不忠诚的人 近海诚不会要 刚刚是选拔官对她的又一次测试 她没有通过 费南多就这样被关在门外 而密选并没有被淘汰 一个原由间谍 选拔官怎么会轻易放过 原来她的哥哥并没有死 作为一百年来近海诚出现的第一个凶手 他被单独关押起来 而密选还有利用价值 选拔官要经过她 抓到原由组织的老大 这种以为破坏选拔 就能获得平等的幼稚行为 选拔官很是看不上 从始至终就没有什么不平等 不公义的事情 人类只分为有价值和没价值的人 仅此而已 刚好怂恿她这样做的幕后黑手 对她很有价值 密选才能暂时保住性命 她会以精神失常的身份 进入近海诚的精神治疗中心 在那里 选拔官可以更好地控制她 而正式成为上等人 还有一个条件 这件事搞得拉菲尔差点气到吐息 这个所谓的进化仪式 其实就是要将他们绝育 上等人害怕生出来的孩子不好教育 所以才想到绝育这个妙招 缺人才的时候 只需要从平民屋挑选就行 这也正是选拔考试的由来 拉菲尔都懵了 她虽然怀揣着改变不平等现状的伟大梦想 但不孝勇三 无后为大 这种付出她实在难以接受 但大部分人对此表示无所谓 都成为上等人了 还需要什么孩子呢 一人率先离开后 大家都蜂拥着前去进行进化 很快现场只剩下了两人 女孩不停哭泣 但经过导师点播后 她也鼓起勇气前往绝育 拉菲尔想要离开 但她突然想到了自己 毕生的梦想 那就是改变选拔考试 让布公永远离去 她还是选择了勇敢献身 大家纷纷鼓掌欢迎 她作为候选人中的钉子户 也被进行了绝育 现在候选人们 将坐上离家的海底列车 前往底层人梦寐以求地进海城